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宇柴社,我是天宇 大家认识这个黑柴吗? 我犬设的黑柴融工福禄 一只很漂亮的这个小黑柴 然后大家看这一只是不是长得特别像 这个是他的爸爸,这个名字叫多福 然后这个多福在这个2020年这个秋天的时候 配护马车圣的他,福禄在我选择已经一年多了 然后这个多福,我昨天的时候啊,刚才会选择 他两个长得非常像,不管是从胸花领结 还有这个结构卫星来说啊,都一样 只不过就是福禄啊,他的妈妈是护马车 密切福禄的脸宽松度啊,松弛度 比这个多福要大一点点 多福他的嘴巴要这个,就是说短一些 然后他的结构可能要紧透一些 福禄可能看他各方面都比这个多福 他父亲稍微大的那一点点 多福和福禄的妈妈一共生过两次小狗 这个第一卧的时候是生了福禄 还有一只黑柴,福禄还有一个兄弟现在在北京 福禄的兄弟也长得非常好 和他基本上一模一样 然后还有一只白的,还有就是珍珠 第二卧就是2022年那一卧 那一卧是两个护马车 然后还有还是一只白的 两个护马,第一卧是两个黑一白 第二卧是两护马一白 然后那两个护马 然后都已经在这个外地了 就在这个很远了,然后那一只白的 昨天的时候我一起结婚了,就是说 这个他的后代多福的两只白柴啊 现在都在我选择,两只妹妹 期待他以后白柴能这个在我选择生出黑柴来 因为这个白柴他的后代非常好 他虽然说他生的白的 但是他的炉上就是黑柴跟这个马柴 他们两个刚见面的时候啊,还凶 他爸爸还凶他 因为这个多福在我选择这个刚来嘛 他可能不认识这个福禄了 这个福禄呢 这个和他小的时候是关在一起的 现在已经适应过来了 已经不吵他了 咱们这个让他们父子同时搭配黑柴 看看哪一卧那个幼泉好 哪一卧再来好 看的是多福好还是这个福禄好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还和他主任聊天 就聊关于这个黑柴这个问题 如果这两只黑柴不是在这个 就是说我的一个小小的犬牲 而是在他们原厂国日本 这两只黑柴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好 可能会拿很多成绩 会拿很多奖赏 可能身价会倍增 因为这两只黑柴确实非常好 他们的这个血统啊 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晰 真的非常清楚 包括我给大家说一说他们两只啊 这个多福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是两只赤柴 童窝犬呢有三只赤色的 就他一只黑的 就他一只黑 他主任把他留下来 恰恰就是这只黑的非常出色 他的爸爸叫港本是一只赤柴 他的爸爸曾在在我犬舍待过半年之久 就是说他们的祖孙四代啊 在我犬舍啊都有明显的记录 就说这就是柴犬的这种那种传承 很帅 正好如果这种柴犬 呃搭配上这个春天刚开的银花非常漂亮 不喜欢啊 他很很有气质 嗯包括这两只柴犬他们的性格也也相同 他的你像你像多福多福的后代 他的白柴后代啊也调皮 他这个黑柴后代福禄也调皮 呃刚才我们把这这两只狗狗的血统 就介绍的很清楚了啊 再介绍一下他们的身高体重 他们身高啊大约在40公分 哎三十七八四十公分吧 我去球没量过 因为这个东西压膜和不压膜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体重啊 这个多天我刚称了18斤 福禄现在18斤都不到 别看福禄比他大一点 真的很小一只 我们可能在视频里拍的比较显大 你或者说这一个 嗯不管是阿拉斯加还是其他在视频里 这个镜像原因啊 就这么大就这么长 拍狗狗也是一样大的 但是他实际对比的话很想一只 大家知不知道科技犬 这个这个狗狗就和科技一样的 哎然后长的小小的 父子相见 刚开始啊 这个不愉快 现在又相认了 狗狗的也很神奇 他们的妈妈可惜了 哎呀他们的妈妈跑丢了 福禄的妈妈一直轰马车跑丢了 现在也找不到 找了好久好久没找到 从此之后 他们两个父子在我全身 把他们把我全身当家吧 哎哟 真好 真漂亮 他喜欢他 昨天一下车我说 哎这狗太漂亮太喜欢了 来 我感冒我就把佛路牵上 这昨天我就把佛路牵上了 我说赶紧认识庆 看看他还认不认识他父亲 因为我很好奇嘛 结果确实那时候不认识了 他也凶 现在也不凶了 小时候挂在一起笼子里 他父亲跟他玩 时隔一年以后 两个小狗狗就不认识 他父亲的性格也很好 就是这两个小狗都有一些特别 供抢了的人 但是性格完全没问题 小孩子摸完全没问题 来来 摸一摸它 摸个头 小孩子玩完全没问题 大家今天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再见了 我这个溜溜他们两只 在他们两只好好的玩一样 大家再见